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9点49分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是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我要教你们的是主力炒股的选股法 主力炒股的选股法 每一支股票特定的要进去一定都有特别的条件 要符合这个条件 人家才会进去炒 如果条件不符合 人家没得去 所以这是一个选股的基本功 在我全套时间密码课程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 我接下来有全套时间密码课程要开 那陆陆续续的会有四天班 那这一堂就是教学式的讲座四天班 我要教你们主力炒股的选股法 把这些人家选股最重要的条件来告诉你们 这是很受用的一堂课 学会之后你用起来任何一支股票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场我准备30份讲义送完为止 你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预约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好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之后 目前小涨8点 开盘最多涨了46点 开高很快就掉下来了 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又大涨 最多去到400几点 生物管理因 除了经济数据不错 非农村就位人口 增加16万人 比预估的13万多还蛮多的 同时非制造业 非制造业其实就是服务业啦 服务业的指数56 它是以50来分多空 50以上就是成长 50以下就是下滑 跟前一个月比较 那这次服务业成长 比制造业幅度还要来的大 那加上已经传出来 10月份美中 会再进行新的一轮谈判 所以所有利多加总 道琼涨了372点 费城报告提涨了3% 所以昨天这根棒子 其实是满重要的一根棒子 把整个盘局都突破了 把整个盘局都突破了 那既然盘局可以突破 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警报 暂时就可以解除 可是涨幅已经大了之后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普遍都开高走低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普遍都不强 你看目前南韩涨0.1% 日本0.5% 香港0.4% 大陆股市开盘都在平盘 开关都担下来 因为已经连续涨了两三天了 台北股市也是开高 46点现在已经回到平盘了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到一点 虽然这一波整体气势来说还不错 加上昨天外资买了一百八十几亿 可是有时候筹码的部分 是骗不了人的 我在讲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一个属于筹码的部分 筹码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来我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量的分配 这是统计学我自创的计量图 量的分配 这个是今年量的分配 这个是去年量的分配 你看在去年量的分配里面 最大量 最大量就是所谓的套牢区最重的 从10818到10980 10818到10980 这一带是去年量最集中 而且最大量的密集区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是最严重的套牢区 代表这里是最严重的套牢区 所以行情上来之后 你看今天到10803就下来了 有没有 刚给大家看了 10810以上到10980 这一百八十点 是古年头上重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多涨高的股票 很多业绩烂的个股 你都不能去追 因为一上来 人家就要寻求解套 所以卖压会很重 所以今天开高压回 不奇怪 虽然看到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大家还会满兴奋的 可是你看到套牢区在那个地方 那么重的时候 今天开高下来一点就不奇怪了 所以超速上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去买那些已经涨很高的 去管这些不要测味了 买底部才会安全 尤其八月大涨的 九月你都不要去看他 你要让他休息嘛 休息后他才有新的波段在开始嘛 你看 加折这几天也都大盘很强 都供不出去 有没有 加折这几天都供不出去了 有没有 加折 八月大戏后 现在都供不出去了 6669为隐 也是啊 八月大涨之后 九月就供不出去了 这指标要修正啊 尼克森也是 八月大涨之后就供不出去了 五二九九节里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行情是一磅接一磅 八月大戏的高月要休息 九月有全新底部的起张股 你应该是早九月底部 重新要开始的 这样才不会涨高一追 你要主力把人丢出来 或者套牢的人丢出来 换你去换手跟人家套 这样就不好了 这行情昨天美国能够破平台压力 对全球来说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可是涨高之后难免震荡拉回 都正常 你只要养成不追高的习惯 找底部肌肉股买就对 底部肌肉股的部分 因为最近陆陆续续营收在发布 营收在发布的时候 营收数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美律昨天发布八月份营收 八月份营收持续成长 之前法说会上面公司说 因为有提前拉货 担心旺季没有像去年那么旺 就昨天发布出来八月份的营收 还是跟 比去年同期再增加一点点 可见得旺季的订单其实还是维持着 所以美律目前是小涨一块钱 刚才最多涨了两块半 美律只要154的年线站上去 会开始叮咚哦 这也是底部的肌肉股 6147其邦 昨天外资继续买1010张 已经连买第七天了 OTC买超第一名 还是很稳 稳稳的涨 稳稳的涨 现在最后的半年线压力 只要一站上去 半年线压力在65.2 站起就开始跌了 那依照时间来算的话 46天的24天开始涨 所以刚进入一个新的 24天的上涨循环 所以只有股票怕的 未来 未来都是未来 你要外资都连续买7天了 你就不用去担心他 只怕他不下来而已 下来都是买 656GIS 昨天发布8月份的营收 数字也不错 8月营收数字也不错 现在指标很低 这会反弹一波 可是上面已经 套牢已经出现了 最好担起来你有股票 100亿这附近 都可以逢高出 那接下来 郭台铭郭董 会不会宣布选总统 这应该是时间问题啦 什么时候发布 如果郭董宣布选总统 那么鸿海集团 短线上 在那 在那一刹那 都会收一遍 OK GIS到时候如果 郭董宣布选总统 也有机会再拉一次 这个价格也不高 好 6488环球金 今天开高到303之后掉下来 目前是在平盘 你知道昨天晚上 德国市创大涨7.8% 昨天信悦大涨5% 盛高大涨4.5% 晚上德国市创大涨到7.8% 环球金太烧了 可是国内目前大家都在打安全牌 都在插烧的股票 都在炒低价股 所以你看矽金元的部分 反而变成什么最强 矽金元部分反而变成低价股的矽金元 低价股的加金 和雷 这两座变得更强 所以市场在炒低价 这很可惜啊 可是 就是 当整个全球股市 矽金元的大涨在大涨 环球金 好不然是要去 那当然 这里不要去急的追 我在等什么 我在等八月的营收 因为七月是掉下来的 八月如果能够再回到 旺季的营收 那么整个行情 你就会直接喷出去 相反的如果八月营收 跟七月差不多的话 那更好 它会再蹲下来一次 那如果再蹲下来一次 那就是最后的买点 28天的下跌循环 在这里已经结束了 现在开始进入一波 新的上涨循环 所以这种小庄股票 怕不下来 有下来都是好机会 有下来都可以捡便宜货 所以你要尽量去找那种 底部刚要起涨的 尤其基本面很强的 这样才能够 每个月都有新的主流 每个月都有新的标的 我最喜欢找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你可以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开心 三个趴路就趴路 贪的丢 中行间掉了下来 跌了2% 昨天BCI运费指数平盘 目前已经在五年高点了 那散装货轮的部分 这波涨上来之后 因为已经来到前部的套牢区 所以这里大家在进行 这里震荡是正常的 可是BCI运费指数继续涨的时候 这会继续去 它的周期性我算过给大家听 都在走13天的26天 所以这边涨26天 跌26天 只要到第8天 只要到第8天 所以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至少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随时会再拉高 那如果BCI继续涨 搞不好再涨26天 都有机会 只是这一组股票 散装货轮在国内 它另 因为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做电子股 所以资金大概每天 六十几%都在电子股身上 那这种国际的行情要很亮 很亮的时候 资金才会再进来 可是目前BCI真的是很亮 所以包含2605 这个都涨多 再做修正 2606 这个 这个都涨多再修正 外资其实是一直在加码这一组股票 只是买的动作没有像电子股来的那么大 有点取高和寡 星光金昨天外资又买了一万张 已经年末第五天了 连买第五天了 所以连外资都在打安全牌 外资都很大底部 很大底部 所以外资都在打安全牌了 外资都在做安全性考量了 你自己本身在操作上也要有安全性的考量 开关要不要去堆啊 尽量找底部GEO股 不然来找零合业啊 我们家里来做 我们一起来投资 我来找那个价钱 你价格很低 但价格低不代表是低价股啊 好公司跌升就是低 我专门找那种业绩最好的 股价很低的 带你一档一档慢慢来投资 好 让大家开开心心一起获利 打算进来报名 打算进来报名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场有讲座 主力炒股的旋股法 主力炒股的旋股法 我把你交汇之后 我再印证几档9月要起涨的底部GEO股 报名钻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